中共与教廷2018年犯共密约 主教任命临时协议将第二次到期 宣任教宗方济各二日接受路透专访表示 希望十月能续签协议 办公密约未曾公开内容 但被批评违反了天主教法典 根据法典 全球各地主教必须由教宗任命 教廷不得让与国家政权任何选举 任命 推荐或指定主教的权利及特许 路透社五日另篇报道 范立刚驻香港待拜 据称在三月离职前 向当地的天主教会发出警示说 他们曾长期享有的宗教自由将不复存在 敦促教友及时采取措施 保护教会的财产 档案和资金 一些早年的中国地下教会的文件 专注已透过外交管道送出香港 那么可是可怕的是这个国务卿 这个巴罗林书记 我觉得他这个人没有信仰 他大概是希望可以再建交吧 密约在两年前到期时 时任美国总统川普反对续约 国务卿蓬佩奥亲自前往教廷劝说 认为协议损害了教宗的道德权威 今年6月被港府以国安法 所谓勾结境外势力理由抓捕的 荣修书记主教陈日军 当时也到教廷关切 但两人都未能见到方继各 方继各也因为对香港处境 保持沉默被质疑 时任美国助理国务卿卸任后表示 怀疑中共对教廷发动金钱攻势 中共禁令以所谓宗教中国化 进行宗教中国共产党化 拆除教堂的十字架 有地方当局称 只要不是中共控制的三次爱国教会 都是邪教 外面寒冬报道 中共2018年6月以来 在全中国的校园掀起 抵制宗教信仰的运动 大力宣传共党无神论 枪行灌输 威胁恐吓 诱骗举报等手段洗脑学生 以达到彻底铲除宗教的最终目的 当局人员还把天主教基督教称作邪教 要求学生举报有宗教信仰的父母同学 有宗教信仰的学生 也将被学校上报上级部门 这被认为犹如 21世纪的文化大革命 他会扩张一些所谓的共产党员 当作一个天主教徒 甚至一些非共产党员 但是甚至会欢迎他们成为一个天主教徒 但是这个不是真正的教徒 当一个宗教没有信德的时候 这个宗教是非常危险的 新唐亚太电视高炳云张东旭 台湾报导 中文字幕真正的大革命